增設港鐵特衛站 40多名民建聯的成員帶備一嵐苦瓜 來到港鐵九龍灣總部外請願 要求港鐵各自加價 他們批評港鐵作為一間公營的交通機構 去年賺大錢之下 仍然按照機制加車費 勢將掀起其他交通工具跟風加價 進一步推高通脹加重了市民的負擔 他們要求港鐵推出更多的票價優惠 包括擴大票優惠計劃 重推十送一票價優惠等等 香港灰民電視記者吳耀堂報導